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頻道格仔 Santino 郭政彤 大眼 我們就要講 繼李卓人之後 林卓廷又賣樓 揭露了攬炒派的走資潮 之後的就是 長毛梁國雄 突然之間宣布 他要做老襯 現在攬炒派 可以說是時候完成他們最後的心願 賣樓的賣樓 走資的走資 做老襯的做老襯 究竟他們整班人在搞什麼 我們稍後說一下 之後的就是 美國國會那邊 傳來一陣濃煙 令到裏面的駐軍要緊急疏散 究竟背後 隱藏著什麼陰謀 我們最後看看這件事 在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首先要講起這件事 就是繼李卓仁在前天 將他自住的美夫新村賣出後 昨天林卓廷 又追隨他的步伐 將他位於 沙田翠湖花園的一個自住單位 亦都放售了 但跟李卓仁有少少不同的就是 林卓廷今次賣的價 都尚算合理 而且亦都在公開市場發售 很多人就會問 究竟林卓廷 會不會為了走路 而去賣樓 當然 林卓廷賣樓的 早就預備了一個答案給大家 他就說到 要應付子女的升學 和大量的官司 還要應付 香港的政治寒冬 所以他就要賣樓 讓自己有多些現金在手 看回林卓廷 其實生活都不錯 他曾位於沙田翠湖花園的物業 能夠賣到1200萬 當然就連車位 比他當年購入的價錢 升值已經過了一倍有多 究竟林卓廷會不會走路 我相信大家是最關心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要搞清楚 什麼叫走路、著草、潛逃 又或者離開香港 其實頭三個詞語 解釋都是一樣 走路、著草、潛逃 一般就是指到 他們這些人士 一旦離開香港 就不會再回來 但他們沒有條件 去不回香港 當然 無論十二門徒也好 許智峯也好 林卓廷也好 李卓人也好 其實如果他們一旦離開香港 如果香港不回來的話 這些人士 都歸類為著草、走路和潛逃 因為這些人士 全部都是有案在身 我們暫時先不要理他們 有沒有旅遊護照 在身邊 又或者先不要理 法庭那邊 讓他們離開香港 總之這些人 一旦離開香港 他們又不回來香港 也歸類為潛逃 如果再細分的話 就要細分做 他給不給離開香港 十二門徒 許智峯 和林卓廷 就是被歸類為 不讓離開香港 的例子 因為他們連passport都沒有 而且法庭也說了他們不讓離開香港 而許智峯的情況特別 雖則 這個人 他是不讓離開香港的 但是他和挪威那邊 做了一份假文件 所以法庭 暫時被他離開香港 說到他外訪 擺明這就是出述 而李卓人 就是准予離開香港 亦都沒有沒收他的旅遊證件 但是如果李卓人 一去不回 他亦都被歸類為 著草走路 和做門徒 這些全部都是他的細分 所以其實李卓人 他絕對有機會一去不返 因為他可以隨時離開香港 根據這個證圖 而林卓廷如果要走的話 就很難從證圖走 他唯一的選擇 就像十二門徒一樣 從一些非法的途徑去離開香港 但是說真的 所有這些攬炒派的人 都被警方盯緊 尤其 在許智峯事件發生了之後 這些攬炒派的人士 一定被人盯緊 想從非法的途徑離開 都不是那麼容易 再加上 許智峯已經先過其他攬炒派成員一步 利用了 這個欺詐的手法 去瞞騙法庭而離開 所以我相信 任何攬炒派的成員 都很難再想到絕世好竅 是可以拿回護照 從正常途徑離開 最重要的就是 這些攬炒派 已經不再是立法會的議員 除非 林卓廷 是可以 能夠以區議員 和民主黨副主席的身份 去拿一些 合理的理由 來向法庭 申請一本護照 這樣他就可以 學許智峯一模一樣 所以我認為 攬炒派這次 變賣他們的資產 其實絕對是一個一致性的行動 沒有理由他們賣樓的時間 會夾得那麼重要 我相信 除了這兩個人之外 接下來 大家就會有一些消息收到 他們攬炒派的成員 會陸續將他們的樓宇 一些可變賣的東西 全部都賣了 然後 將這些金錢 運送出香港 其次的就是 將他們的家人 送出外國 不要說我猜死 林卓廷 一定將他們的老婆子女 先送去外國 當然 那些錢 比老婆子女先走 現在只是他的第一步 而至於林卓廷本人 我認為 他就有了心理準備 留在香港受 反而我們就要盯緊李卓人 雖然他是有權利離開香港 但是 我覺得這個人 一離開香港 就應該不會再回來 雖然說 李卓人面對的控罪 不算嚴重 他是總共涉及三宗案件 九宗的控罪 但是 這些控罪 一般來說 刑期都不算太高 他走了不回來的唯一有因 就是他自己 會預計 將會被加控更加強的罪名 所以才會離開 但是林卓廷就不同了 林卓廷 現在的控罪 分別有 五宗案件 八宗控罪 而數到最嚴重的 就是 林卓廷涉嫌在前年7月21日 元朗站事件 帶頭搞事的那宗罪 就是最重的控罪 只是單單這宗案 如果能夠成功控告他 是有機會被監禁十年 現在林卓廷 這樣的部署 我相信 就是 安排了所有資金離開 老婆子女離開 然後 留下自己一個光棍 就在這裡受刑 如果他這樣做的話 都叫做一人做事一人當 就好過許智峯那些人 當然我希望法庭那邊 能夠真實檢視情況 例如李卓廷 現在還可以找他離開香港 但是法庭那邊 是不是應該是時候要考慮一下 將他的旅遊護照沒收 現在他們的資金 走就走 這些沒有所謂 自由社會 他們喜歡怎麼擺錢 就是他們的事 當然這些錢 一定要是合法的錢 但是人如果涉及罪案 而離開一去不返的話 這件事 怎麼都不可以再重複發生 有人走資 就預備 自己自身難保 大禍臨頭 但是也都有人 在面臨同樣的情況下 就決定完成他一些心願 正當 這些攬炒派 的人士 好現實地 計下他自己 應該怎樣部署他的資金 怎樣打官司 的時候 有一個罪惡滿名 但還以為自己風度偏偏的長髮男子 他就做出了另一個決定 我們看看他 長毛 梁國雄 這個時候 究竟在想什麼 我們小猜不到 這個搞事的浪子 長毛梁國雄 竟然宣佈結婚 這個新娘子就是社民年的副秘書長 陳寶瑩 我相信 長毛宣佈了分訊之後 天下間的所有女子 都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新郎結婚了 幸好新娘不是我 沒錯 他們真是天作之俠 因為根據資料的顯示 兩個人的年齡都是63歲 而陳寶瑩是比長毛大25天 真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形同期同酬金 這對新婚的老人 究竟是金童玉女 還是羅底產配賣正借 沒有人知道 但這段婚姻也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兩個人都離過婚 陳寶瑩以前擔任過長毛的議員助理 那時候 長毛的日常事務 事無大小 頭髮長度 都是他一手包辦 據說連這個護髮數 都是陳寶瑩親自挑選 他們還經常一齊出來 站在反政府的最前線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經常遊行示威 所以日久生情 面對未來的婚姻生活 長毛已經背了幾條罪 而他的新娘子 陳寶瑩也不惹小 他也在結婚前的上一年 背了禁聚令做嫁妝 事緣在去年9月6日 一群黃絲發起了九龍大遊行 當日陳寶瑩 攜同長毛的親兄弟 阿牛 一起在佐敦參與非法的遊行期間 就因為違反了禁聚令 被警方票控 不知道是否因為要結婚的關係 陳寶瑩 是拒絕交罰款的 而這案件 就會押後到今年3月15日再開審 眼見反暴派 大勢已去 個個都說要轉資產走路 長毛擔心 將來兩腳一身 沒有人給白金 倒不如 林老結婚 賺點禮金 根據過往的記錄 長毛收不少的捐助 就以2015年5月為例 當時肥佬禮 一出手就25萬 長毛收了之後 還要沒有申報 不知道今時今日 自身難保的肥佬禮 還會不會那麼闊魯 還是封了一份自家製的報紙 作為人情 不過就算人情收得不多 結婚這件事 對長毛來說都是有好處的 事關長毛對公屋情有獨鍾 就算他早年當選立法會議員 月薪早已超過住公屋的資格 他仍然要霸住公屋 他還說這樣是清廉的象徵 現在結婚完成了他的心願之後 還可以申請一間大一點的公屋 因為長毛現在沒有議員做 沒有了那些津貼 而金主未來都未必會投放大量的金錢 給他搞事 長毛要辦公 也要有地方和助手 現在結婚 助手方面不用擔心 至於地方 就把辦公室搬回家 到時就可以跟他的助手 好啊 日後又在那個辦公 晚上又在那個辦公 若然大吉利是廣據 長毛早一步走 又可以給回名份陳寶瑩 還可以留一間公屋給他住 長毛以前接受訪問的時候都說過 他說他一生中欠了兩個女人 一個就是他母親 一個就是他前妻 現在不知道陳寶瑩會不會是第三個 當然 長毛不會理會那麼多 現在眼見攬炒派 已經完全失勢 未來 還有可能 會為自己做的事 去負上一個刑責 所以長毛 其實他都想到自己 將來條路都不方好走 唯有叫做 一直欠了陳寶瑩多年的一件事 彌補給他 而這件事 就是給他一個名份 當然 這份貴重的禮物 陳寶瑩 一收到 但一時間就會 有以下的反應 你給我一個名份 鬼用嗎 給我一點錢 你死長毛 我有錢 都拿了是剪頭髮 壞婆 我們先說下一件事 接下來我要說大美皇朝的新聞 但今天說的 是極其敏感的 所以我們今天的代號 會比以前史無前例更加多 話說 我昨天就看得很清楚 他們明明就說 拜帝 那個Rehearsal 彩排是取消的 但美國時間的18號 就突然間就有這個Rehearsal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 可能是媒體 要不就開始混亂 要不就開始有 隱藏消息 就慢慢出來 但是官物論如何 總之 美國時間1月18號 就上演了這個 拜帝 就職彩排 但是這個彩排 拜帝自己是沒有出席的 但是就在彩排的時候 忽然間空中 就傳來一陣陣的黑煙 就慢慢地撲了過去 國會上空 導致這個特勤統領 馬上 就要 黃城內外一律封鎖 然後緊急把所有人疏散 然後紛紛進入到內塘裏面 有瓦遮頭的地方 還要他們全部不准進出 遠離窗口 門這些地方 氣氛都極為緊張 那究竟事情是為什麼發生的呢 話說大家都知道 黃城內外已經劃分了 紅綠兩區 但是剛剛 就在這個 外圍那裏 彩排典禮對出 往南方走 大概很近 100個單位以外 就剛剛好離開了禁軍範圍 在這個黃城頓DC 地圖會看到 剛剛那裏就是一大堆這些行車天橋 而橋底下 就剛剛 有個 露宿者之家 你知道露宿者之家 有多紙皮 有多報料 一點就著了 一點就著的時間 就漫天的黑煙 就升上半空 然後慢慢就撲過去 撲過去國會的半空 就導致這件事發生了 那消防隊就說 這件事就是一件很小事 但是呢 是一件非常性的事 平時很少會發生的 那新聞呢 也都沒有 刻意大做文章 輕輕地帶過了這件事 就是說 這個彩排取消 但是其實背後 隕藏了一個很大的陰謀 我慢慢跟大家說一下 首先 這些事情就不是經常發生 但是偏偏起那個位置 就是剛剛最接近 這個 彩排的地點 而這個彩排的地點 Exactly 就是 拜帝會在20號 將會登基 和舉辦意識的地方 而地理位置 剛剛就在這個 禁軍 邊緣的外面 還有時間 也都剛剛好 就在這個彩排的 早上10點 就發生了這個事情 剛好彩排的當中 黑煙就傳到過去 令到所有人大為緊張 整件事是不是很多個正確呢 劉華說 距離這個 拜帝的登基儀式 美國時間的1月20號 就會在當地的正午 12點 也就是我們香港時間的 21號 半夜 1點 就會上演 在這段時間之前 有任何 這些 彩排上面 巡邏上面 軍事調配方面的更改 都難以進行 令我知道 有一點 就是 類似的事情 怎樣跟大家解釋 我用香港的例子跟大家解釋 你就明白了 話說我們香港80年代的時候 就出了一些猛人 這些猛人就分別有 寬哥 強哥 紅哥 他們 他們那個年代非常轟動 做了很多宗大事 但凡他們 做世界之前 他們行內有個術語 叫這些做踩線 什麼踩線呢 就是他們做世界之前 他們都會去這個 目標的地方 來視察一下當場的環境 路線 這個警察的巡邏路線 時間 甚至他們 會特地去誤明一些警號 來觀察 有關人手調配 和 到場的時候 他們的時間 和人手有多少 拿了這些資料 他們就會 做他們的世界 而今次 大美皇朝 他們國會裡面發生的事情 正正就顯露了 他們當日 如果發生什麼事出來 那個應對措施 表覽無謂 從這些事情 如果推斷 這次的事件 刻意人為的話 可見得這班人的專業 將會搞事的人 他們無論是 對戰 策略 策略 和組織 絕對不再是 坊間所說的 烏合之眾 而大家 今時今日也知道 當日 衝入 黃城裏面的 還有一些不見得光的工作 這班人 那麼多人加上 他們的專業程度 可以說是 絕對和黃城的禁軍 能夠爭一日之長短 而動機方面 很多人都會說 現在 美國那邊很多 時事評論員都這樣說 就是說 他們純粹想發洩 他們想爭取理想 可能他們覺得 他們支持的那個人 不讓當選 所以不開心 這些是一些 過度性的表現 講就這樣講 表面上好像是這樣 但其實可能大家不知道 以下來說的話題 再敏感到一個程度 代號也會再更加多 所以大家注意 大美王朝在過去半個世紀 成功得罪了半個地球的人 所以 大美王朝 不時 都是一些外來的 家層分子 就喜歡 在美國 進行一些 很驚嚇的行為 來傷害這個王朝 但是 這些人全部都是外來 所以他們 那個傷害性 始終有個限度 還有 他們要在境內做事 難度也非常之高 這些人包括什麼 包括歐陸地方 上有一班 羅撒國 下一班 波斯王國 他們全部 都是 那麼多年來 日思夜想 想想辦法 怎麼去整他一鑊勁的 但是 大美王朝的情況 就是 之前有個 特朗普王出來 支持他的指民有7500萬人 那麼多 而裏面 也有成千上萬的刺激組織的人 刺激思想的人 而這班人 不是野小的 分別是來自 軍政界 各個部門 職位有高有低 即是說 你要訓練那班人搞事 現成已經有一班最專業的人在搞事 如果羅撒國或者波斯王國想派人過去幫忙 他們都嫌你阻擋 他們會說 你懂什麼 你坐在那邊看我表演 搞事不是這樣搞的 就是這樣 還有 這班人 不是一般收錢做事的客親人分子 他們是真心 他們真心相信自己 民意 是被搶走 被欺凌 這些真心 是你 有錢 經營了多少年 投入了多少精神時間 人力物力 都買不到的東西 即是可以講句 要搞 大美王朝的話 無論天時地利人和 歷史裏面沒有一個魔紋是比這刻漂亮 好話不好聽 這個時候 他們要做的 就很簡單 羅撒國也好 波斯王國也好 什麼宗教國家也好 只要這個時候 你肯付錢 令到裏面想搞那些人 無後顧之憂 他們就全部勇於出來搞的 還有 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件事 就是 家餐搞事份子 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產業 是一個世界性的行業 即是說 在現在大美王朝 動用了這個最高級別的應對安全措施底下 其實 你只要稍為 令到當日 製造到混亂 然後要散場 或者 拜帝很狼狽地立刻要走路 被禍 其實你已經達到了目的 你搞事的這班人 在國際的搞事市場裡面 馬上升價十倍 而他們投控目標人物有三個 拜帝 何丞相 和佩洛西大使 即是這三個人如果在場面上 不要說 對不對他們 有什麼 扣親 嗨親 你都馬上升價八倍 即是這班人 如果成功搞到這樣的東西 以後又走得到 其實他們如下樂力的人生 不怕毛老闆 起碼 羅薩國和波斯王國 第一時間禮言下事 可以說是 這班人 如下樂力的人生 真是更精彩 還有兩天時間 我們就會知道 大美王朝的登基儀式 搞成什麼 所以這兩天裡面 我們每一集都會更新 最新的情況 當然 如果有突發的消息 甚至乎 會第一時間 開個直播 和大家 去匯報一下 最新發展 因為始終 這些事件 都是百年難得一件 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們今天節目的時間 差不多 臨結束之前 記得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